1、2、3 Cheers 多謝大家又收看我們今天星期一的Whiskey Investor 今天就是喝Whiskey 今天就是喝紅酒 我們前兩天拿了第三名 就獎了這支荷蘭紅 所以今天就回來 我們還有這三個這麼漂亮的酒杯 這個Lucas酒杯最新系列出版的 我們今天就想試一下 究竟用這些酒杯喝 是不是真的不同的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試一下 聞一下 聞一下先好不好 分別好不好 其實那天在會場的時候 我們都有試過這支荷蘭紅 不過呢 我們用了這支杯 是 即大會 大會提供那支 是 當時喝了什麼感覺 其實感覺會有少少 單磷蘭紅的味道 很重一點 而且很濃一點 喝到舌頭 會乾一點 聞下去呢 聞下去我都不覺得特別香 普通紅酒 我們試一下聞回 最開鮮的 最開鮮的 聞什麼味道 我聞到這個 單磷蘭味道 我聞到 單磷蘭味道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也有些很果味的 應該有些紅色果味的 是紅色 紅色果味 這個Caberny的味道 也有紅色果味 再我們試一下用這個 Lucas杯 再聞多一次 嘩 一聞 同一支酒 真的有兩種味道 強很多個Footy味道 湧出來很強 對 甜的 直接聞到是甜的 那些果味道更加很新鮮 真的想到草莓 草莓 是呀 感覺到這些 是呀 沒錯 我們先喝一喝 喝進去都是非常 新鮮 果味非常濃郁 是啊 對啊 直接是同一支 同一支酒 但是不同的酒杯 還有喝起來是很滑的 感覺 你不會有些東西 很乾燥 不知道為什麼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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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場我們喝的時候 我印象還很深刻 就是 Dain面是很重的 所以那條舌頭 有點重的 對啊 對 不如你試試試 我拿著你試試 你試試 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們之前也試過去那些酒店,用不同的杯子 為什麼那些杯子要這麼貴呢? 跟普通的杯子不同呢? 就是有原因,其實大家的分別是什麼呢? 這個喝下去的感覺,一進去已經有丹尼的草味道 而且它很新鮮,不知為什麼呢? 沒有新鮮得那麼酸的感覺 而且進去的感覺是有一點點... 真的連上面和上面都有點乾的感覺 跟這個真的是很不同 不知為什麼同一杯酒不同的杯子就是這樣的效果 不如我先試一下 你喝一下 最大分別是口感都不同了 這杯子的口感其實呢 除了是很粗糙的,那個是很厚的 如果一轉了這杯子,就更新鮮 又更新鮮,又更新鮮 又更新鮮,又更新鮮 不像是喝Cafele,這個是茶珠 茶珠應該是濃郁或者是有少許丹尼的 用那杯子是相似的 不如用這杯子喝出來,真的完全不同的 那些香味、濃郁味又輕生了 還有口感,口感很大分別 還有這杯子呢 我們看到下面其實有五條痕的 是的,沒錯 雖然你未必看到,但真的有五條痕的 它說這杯子有餡,令酒的空氣接觸度更加好 如果發揮一些香味更加出來 這個又的自然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杯子呢 就是我們原先用的直身杯子呢 跟這杯子的口感是有少許不同的 尺寸呢,可能設計過呢 大家看看日本的時候 其實嘴和鼻子剛剛在杯子裡面 就是味道它第一,不會走失了 你喝的時候,鼻子就吸了一種味道 就更加能夠品嘗到那酒的所有的 感覺都沒了 感覺都沒了 就出來了 可以鎖得住最好的東西 這隻柴豬呢 都是荷蘭山的,非常好喝的 價錢都是五百多元 五百多元左右 所以我們今次 那以後我們試酒 要不可以帶一些出去嗎 可以的 可以的 試真點 可以試真點 但要找些東西保護它 是的 我們今天就這樣 好嗎 乾杯 乾杯